那我们欢迎我们的铜锣宇宙乐坊 创办人球连女士来到我们人物专访 你好 好丽莎好 你好 想请我们的Julie跟我分享一下 当初的创业起心动念 当初在2014年 我去欧洲学习了这样的一个疗愈方式 那我觉得是蛮特别的 就想说 应该把整套的一个系统 能够来传递到台湾这边 让我们新兴的一个发展 去创办 是 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因缘忌讳下 让你去了欧洲学习这款呢 是 其实我是在台湾有听过一些铜锣的声音 可是大部分都是CD 然后后来有买到一颗锣 然后觉得那个声音实在很重 然后因缘忌讳发现了一个 教这个铜锣的一个老师 那我就去欧洲去学 然后觉得真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然后就再次的 把他引进来台湾这样子 是 把一个台湾还没有成熟产业 从国外引进来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还好啦 那时候因为 大家都不太知道 那对于生意疗也不太知道 就开始摸索 各个国家有这方面的知识 然后我们就去 去翻译 然后去推广 然后很多的一个乐器 然后发展出来 那我们就去介绍这个乐器 然后去教导这些这个讯息 然后把这个产业和这个知识 去推广出来 这样子 是 去了比较相当成熟的国家 学习相关的产业跟知识 把他带回来台湾 那才会有了我们的铜锣宇宙乐坊 那想请Juilie跟我分享一下 铜锣宇宙乐坊的名称由来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主要推广的乐器 是以铜锣为主 那这是一个 过去大家知道的 可能是一个传统上的音乐器 可是实际上 我们推广的是 比较是欧洲型的那个乐器 它是一种 过去我们知道是妙语的乐器 或者是一个 打击乐器 这样子 可是实际上 它现在在 在我们这样子的定位 它其实是一个疗愈的乐器 然后 我们主体是铜锣 然后它的声音很像 一个宇宙的一个共鸣声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之叫 铜锣宇宙 希望能够把这个宇宙之声 能够推广到台湾这样子 是 希望铜锣可以像宇宙一样 让全球的每个角落 都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那当然我们创业都是比较辛苦的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呢 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 那个乐器非常重 我们藏着乐器 爬山涉水 然后它一些乐器的一些配套的东西都很重 那主要是乐器重 那我们有些东西 你就要扛着这样子去做 然后挫折感其实也还好 因为大家接受度蛮高 反而是说 人家的回馈 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肯定 是 想到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产业别 有人肯定是一件最大的支持了 那你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我们主要的服务就是大家能够一个放松的一个休息 那也有是音乐会的形式 那最主要是我们可能是说 有些我们希望是做一些集体的 就是有些社团或者一些团体或者企业 他们想要让大家有一个放松的一个方式 我们就提供这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演出 这样是 所以会有个聚会跟一个音乐会的这样的发表 可以让你们看到你们的身影这样子 对 OK 那除了这一点之外 有什么样的顾客给你们什么样的肯定知识 是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其实最主要的都是来自于 聆听过我们演出的一个观众 他们当场的一个回馈 或者那个感受 那他们常是在我们演出完以后 他们就是泪有板 甚至就会跟你拥抱 然后去跟你讲说 他听到那个声音 好像呼唤他自己内在的一样 这样子 然后把一些情绪释放出来 那种感受是最主要的一个回馈的提示点 有时候真的是无声胜有声 听到这样的音乐 可以疗愈到我自己的心灵 是的 这是一个最大的动力 那这是针对一些听众 那家人或是伙伴的部分呢 我的家人其实都跟我不同的一个领域 他们虽然也支持让我去做这部分 最主要来自于伙伴 伙伴们他们都是 也是因为很爱好 这样的一个乐器 和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形式 然后他们投入在各个地方 然后甚至有时候是无职的 对 然后不知心的常去做 然后他们去都是 常常都是一个奉献贡献的方式 去提供给大家 是 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人很辛苦 但有一个团队 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热爱事情 那就什么都不辛苦了 对我们的团队其实常常就说 某一地方有些需要的地方 就不捧名办 大家就是带着他的锣 带着他的乐器来支援 那我觉得那是最大的感动 是 那因为Julie现在是比较自律在推广这一块 那底下的伙伴也差不多都成熟了 那他们差不多都遍布在什么样的地点去推广呢 其实主要的伙伴他们都在各个的地方 各个县市都有 那他们都在他自己的可能是瑜伽馆 可能是他的中心或者他的工作室 然后甚至他有的伙伴是走户外的 有的伙伴是走瑜伽中心 那有的伙伴他是走身心中心 这样有的伙伴他是走艺术表演这样子 那各个大就是就他们的地方 那甚至有的伙伴他们是彼此资源 然后去别的地方去 彼此的同学之间去资源合作这样子 那全省其实蛮多的 就觉得很欣慰这样子 是 各大同路都可以听得到这个声音 各大那个营料师这样的同学 没错没错 如果你有需要可以问 那我常常就会被人家问说 我都要在哪一方要找一个同路师 那我就会是机械少说 大概哪有哪些人是在哪一个地方 所以你从台湾的各个县市 其实几乎都有 是 那你期许我们的同路宇宙乐坊 有什么样的未来展望或期许呢 希望 我们希望这个 能够更进入到一般大众 而不是只是身心灵界 然后比如说甚至可以跟企业合作 让企业的一些输压和那样子去做 甚至一个身心会馆 去做这个部分 那当然身心会馆已经也有了 那主要是 像瑜伽会馆现在也有 那有的学生 他们就是跟瑜伽会馆合作 那我就本来其实是希望说 能够在企业间 那我们帮企业间 做一些减压或输压这个部分 对 是 那除了这一点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短中期规划呢 短期就希望能够有 帮助更多的人去从事这个部分 你们专注在一个教学和体验 那中期这部分 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企业主 跟这个像你们这种新媒体 去合作 去跨界 去做B2B的一个联合 然后有个会馆这样子 那我们去做一个集体的服务 我们提供 有受过良好 其实那个受训 然后他很有经验的一个音乐疗愈师 然后你们提供那个媒体 然后跟管道 去帮我们跟那个企业主 那企业主他 他们去提供给学生 那个他们的员工 是一种一种这个福利 我这样子对 是 我们在艺术产业类别 不再是单一的面向 而是透过多元化的方式 去推广我们的一个主轴 对 是 那如果说像个年轻的创业家 投入这个产业的话 有什么样建议的话呢 我觉得因为其实声音疗愈 越来越多 也很多的乐器 那其实会觉得说 如果年轻人他你投入 你应该去找一个 让你觉得你最喜欢的那个声音 所以从声音和了解 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进入到这个产业 这个医疗的产业 选择你适合的一个乐器 作为起点 因为乐器不断的一个声声 然后声音的那个多元化越来越多 可是你的主轴是什么 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要先考考的定位 然后去了解 是 首先要先把自己定位好 找到合适的乐器 再去想要提供什么样服务 回馈这些大众们 OK 那我们就谢谢我们的 同友宇宙乐访创办的球莉女士 来到我们人物专访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